1.本大隊破獲詐欺集團以賴又使被害人加入假投資平台 購買所謂標符 被害人匯款之後進入到人口帳戶 這些錢被詐欺集團的提款車手領走 或其他一些轉入其他的人口帳戶 最後款項又進入到詐欺集團的洗錢避傷裡面 購買虛擬貨幣 這些虛擬貨幣在轉到詐欺集團的手中 本大隊將持續向上作員追查幕後的詐欺集團